Hello,大家好,我是Celsior,非常高兴了又在这边跟大家空中聊聊天 今天呢,我们照样来介绍当年的经典车款 我们今天的主角是谁呢?我们今天的主角是E90 这个E是ABCDE的E啦,用大陆话来讲的ABCDE的E 这个不是这个Mercedes-Benz的这个1901啊,不是这个东西啊,不是190啊 我们来讲的这个是Toyota的E90的这一代Corolla 好,我相信呢,这个如果你是台湾的车友,你听到E90的Corolla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熟又有点陌生啊 那我如果用另外一个讲法就是何泰呢,最早从美国进口的这个Corolla 也就是本地所称的俊杰Corolla,你肯定是有印象了 因为这款车呢,在台湾俗称叫老卡 他这个坚实耐用啊,省油好开啊,立下了这个许多不败的神话 甚至时至今日呢,还是有一定的数量,在年轻人手上流来流去 我个人呢,也是相当的推荐啊 这个如果年轻人呢,想要来玩玩看这个Toyota的车子 想要玩玩看手牌,那么这个美规啊,进口的这个Corolla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推荐的啦,也就是我们今天主角E90 而且呢,这款车啊,可以说是Corolla发展到现在啊 Corolla发展到现在,我算一下啊,已经50多年了啊 因为它是1966年出来的 50多年以来呢,算是突破性最大的一代了 可以这么讲,因为这一代呢 坦白说它的开发真的就是乱花钱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反正呢,那时候这个丰田有的是钱 这个泡沫经济嘛 这个所以爱怎么想都怎么想啊,全部把它灌上去 甚至呢,下一代啊,这个E100的Corolla 在台湾叫做All New Corolla 这款Corolla呢,理论上它是在泡沫经济的最巅峰开发 最巅峰推出了 我这样看一看啊,嗯,这个等级呢 都还没有上一代这个E90来的这么的这个威啦 那到底这一代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威风法 到底这一代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嘿,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聊聊啊 这个E90的Corolla 好了,那么在讲E90的Corolla之前呢 还是要跟各位稍微提一下了啊 Carolla这个车系是怎么出来的 Torota呢,在1955年推出了这个全自主开发的这个第一代的皇冠 所以呢,日本也把1955年称为这个日本乘用车的纪元 那在两年之后呢 这个丰田又推出了Corona 这个算是比较小一号的啊 面对这个计程车市场推出了小一号的Corona 那慢慢慢慢呢 Corona也就衍生变成一台这个日本当时的家庭轿车 并且呢,成为这个日本开始有销售这个车种别统计以来呢 前面好几年的这个单一车种销售冠军了啊 那么Corona这个车子呢 是在1966年年底才出现的啊 其实1966年对日本人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纪元啊 当年呢被称为My Car元年啊 就是说从那一年呢 开始这个众多车厂推出各种有的没的这个前座买家的车子 毕竟呢 那个时候离二次大战结束已经20年了啊 日本已经经历过好几波的这个景气的繁荣 所以大家呢 开始有办法买得起车 车子也全面进入了家庭轿车以及个人轿车的这个时代了啊 在那一年呢 首先开第一枪的是什么 是Nissan推出了Sunny 接着呢这个马自达也把他的Familia拉大到1000cc啊 这个非常的 这个车格呢 就算是这个直接兑上去了 然后Subaru呢 也推出了一款轿车 哇 把这个集聚的市场炒得非常的火热 Toyota呢 算是比较晚出现了 不过没关系啊 这个后发先制 因为呢 Toyota这个一开始是歪打正着了啊 那后来呢 反而变成它竞争优质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的 打坐上的Bluebird啊 还有这个马自达 还有这个Subaru呢 他们都是1000cc的车子啊 那Toyota呢 它这款Carola是1100cc啊 所以呢 它在行销上面 它是推出一句话 就是说 多100cc的这个鱼鱼啊 就比较 人家都是1000 我是1100 那各位会想说 Toyota这么矫啊 故意开发一个1100cc啊 为什么说是歪打正着呢 因为Toyota它一开始 其实它也没有想到要开发1100cc啊 是开发到一半 觉得说 我们这一代的Carola呢 要外销 基于这个北美市场啊 毕竟以前皇冠在北美市场外销的一塌糊涂啊 我们一定要搬回一城 所以呢 针对北美市场的需求 他们觉得1000cc可能不够了 必须要拉拉到1100cc 那正好呢 那时候琴之也显示 嗯 对手都是要推出1000cc 嘿嘿 那我们做1100cc 刚好比他们大100cc啊 而且那个时候的Carola 它的思维很先进啊 就是它不只是1100cc 比别人多100cc 而且它采用的是四速的地牌 当年那个时候 大家都是三速的这个上手牌 就是在方向基柱排档了 那Carola它推出的四速的地牌呢 哎 看起来就更加的性能化了 再加上它的排气量多100cc啊 所以呢 它的这个调性呢 就跟其他对手就不大一样 甚至它的底牌呢 也是搞这个前面卖花城啊 前面卖花城 这我们现在来讲 也算是个很普遍的东西 但在当年啊 Carola是第一台 TOTA推出这个前卖花城的车 甚至在当时呢 哎这个用前卖花城的车都不多啊 只有汉达部分的车仅用 为什么 因为它对于那种烂路的克服的能力啊 其实不是很强啊 TOTA为了这个搞这个前卖花城呢 也是花了很大的苦心啊 那么在这些汉不当当的东西加上去之后 Carola果然一出来 就变成一个话题的一个代表作了 这个销售量就非常之好 但是那个时候 它还没有成为这个销售冠军 因为Corona卖得更好 那么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跟各位提到 第一代Carola它诞生的背景啊 那第一代的Carola其实没有正式进口到台湾 可是我在台湾曾经亲眼看过两次 我觉得那应该是这个留学生 或者是外交使节带进来的了 台湾真正正式开始进口 是从第二代的E20才开始进口 那关于这些Carola历代的这些故事呢 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呢 会跟大家继续做介绍 我们这边就点到为止了 好我们时间就快转了20年啊 因为第一代是1966年 第二代是1987年 我们今天主角1910是1987年出来的啊 时间快转个将近20年了啊 那么这个第六代的Carola 也就是1910的Carola呢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是什么 Carola在第五代开始呢 已经改成从后轮传动变成前轮传动 从FR变成FF 那么再来一个是说上一代 第五代也出现了所谓的CarolaFX 把这个Carola的形象呢 变得更加的年轻 所以原本的Carola长青的这个四门轿车 这个形象呢 也要有所改变啊 那这一代的开发负责人呢 叫做齐唐明艳啊 他指出呢 这一代的开发目标有四个 第一个是不会感到疲倦的乘坐舒适 第二个呢 是可以冷静下来的乘坐感 第三个呢 是家族可以在车内聊天的隔音宁静度 第四个呢 是让人感到宽裕的配备了啊 那他有提到说呢 这个思维就跟最早最早 我们刚刚讲的Carola推出时候的这个标榜 我们多100cc的魅力啦 所以他希望呢 这一代的Carola 虽然已经在日本 Carola那时候已经是这个连年的销售冠军了 单一车种销售冠军 但是呢 他希望把Carola冲破这个大众车的这个标签 他希望呢 比一般大众车多一点的豪华配备 那么希望呢 做出比大众车更高级的车子 毕竟呢 这过往Carola都是开发 以这个经济实用为主轴啦 那这一代呢 希望可以提升品质感 把这个level呢提升一两个等级啦 那么进一步的企划方案呢 他又进一步的明确化就是 第一个要有多样性的车体 而且性格要明确 第二个呢 内部外观的配备 不只要是Carola这个等级 甚至要到更高等级 像Mk2 像皇冠的这种等级 再来就是引擎呢 要让人家觉得充分 所以要导入这个新款高性能引擎 那么乘坐起来呢 要感受到非常好的隔音 震动噪音 操作 操控性呢 都可以感觉出高品质感啊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啊 从这些阿里阿炸 这些开发目标就可以发现了 这已经不是一台新的Carola 根本就是一个新的自动车了 新的一款汽车了 而且呢 他有标榜啊 以前为了要节省成本呢 会很多幅度去流用旧款的配备 不好意思 这一代呢 能不用就不用 能用的呢 也尽量不要用 反正就是花钱 反正那时候Toyota有钱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他认为呢 既然这一代的Carola要进入90年代 要让他觉得Toyota 侧头侧尾的进化了哦 也让人家觉得说 Carola就是一个高级质感的代表 不再是一个国民车而已哦 当然啦 讲这个都是很容易啊 其实Carola在这一代呢 光是这个车身刚性 还有噪音的抑制呢 就下了很多苦功了哦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你要如果要把车格的质感给提升呢 首先你刚性要加强嘛哦 你刚性要加强是不是会带来车重的增加 还有你要隔音要塞一堆隔音材 是不是车重也会增加那就不利于油耗嘛 对不对 他是这一代开发过当中信好了哦 这时候电脑不断的进化了哦 透过电脑来模拟呢 的确有效的在刚性跟成本重量呢 这边取得了一个平衡 但是呢不免俗的哦 这一代跟同一时间这个Corona一样了哦 就是在这个前面的底盘加了负粮啊 对于这个震动的改善带有帮助啊 车身的刚性呢 也提升了这个大概一半左右哦 那其实啦这个Corona呢 一开始打着这个多100cc这个旗号之后 又成为了销售冠军 所以呢他就啊 常常被竞争对手拿来比较了哦 那么开发负责人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奇特他就表示呢 这一代Corona呢 他参考的不是其他对手 不好意思其他对手参考的是我们 可是我们参考不是其他对手 我们参考的是更上级的这个 我们讲的皇冠Mark II了哦 但是呢我们价格还是维持原有的水准 所以呢可以刷新一般人对大众车的这个印象了哦 而且呢这时候的Corona已经是全球战略车了哦 在全世界非常多的地方贩卖了哦 100多个国家地区贩卖 所以呢在开发阶段 他也到全球去做市场调查啦 全球各种极端气候去进行测试 然后呢来决定他的车格车可了哦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哦 在上一代Corona已经全面FF化了哦 那这一代呢也当然就是全面FF化 不再走为这个FR的这个老路了哦 那这一代呢这个光外观啊就有四种 我们指的是这个日规了哦 有四门的Corona 四门的Sprinter 双门的Coupe 还有这个三门的FX 双门的Coupe 因为在分成两种了哦 就是Levin跟Terrano了哦 所以这个车系阵容非常的庞大了哦 而具体上哦 这几款车它面向的课程大概是这样哦 Corona四门款呢 面向大概是四十几岁的家庭哦 而且呢上一代的这个车格 它走的是比较西洋化的风格 这一代的外形呢就走回这个日本细腻的这个口味了哦 所以它车长车宽呢 稍微比上一代再稍微大了一点点 但是车高呢是降低的哦 那至于Sprinter四门版呢 它面向的是比这个Corona四门更年轻一点的个性客户了哦 那么所以它的车型外形比较这个炫一点哦 这个车头是踩这个逆向上扬的这种造型 然后尾灯尤其是我们这个尾灯哦 这个造型非常的特别哦 也就是后来所谓的Geo Prism的那个尾灯了哦 那还有就是它ABC柱呢 采用熏黑的造型啊 跟人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悬浮的车顶 至于这个双门版的FX呢 它企图成为这个Top of toolbox了哦 所以它的外形呢跟四门截然的不同哦 而且尾巴非常圆润 至于这个双门的Coupe呢 这个当我们刚刚讲分这个Torreno跟Levin Torreno就维持这个跳灯式的造型 Levin呢就维持这个固定大灯的造型了哦 而且呢它这一代希望可以吸引到一些女性的课程 所以做了比较柔性的一些诉求了哦 那么内装呢 根据车型的关系呢也是有不同的变化了哦 本来呢一开始是有想说 是不是我们Carola跟Sprinter既然外观不大一样 是不是内装也搞不一样了 后来我们在实证上发现了哦 其实不需要了哦 就是它其实Carola跟Sprinter内装是一样的哦 那它的内装开发的标语呢 这个有两个字啊 叫做Cosey跟Mature啦哦 那衍生出三个关键字 一个叫Fusion 一个叫机能美 一个叫Human Space啦哦 这个我们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哦 Fusion就是所谓的融合意思啦哦 它说车内的造型呢 要统一一个风格的整体 呈现出一个高级的品质的感觉哦 因为上一代的Carola 各位可以去看哦 第五代Carola的内装呢 非常的紊乱了哦 当时可能是因为 80年代还在初期还在摸索了哦 有什么就全部丢进去了哦 所以呢这一代它认为说 内装的视觉感要统一啊哦 不要给人家这种杂乱的感觉 而且呢在机能美这个部分就是说 它要兼具啊实用性 而且呢还有这个流畅感 比方说它的仪表板上面有置物空间 你在放东西在取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非常流畅 跟这个外形呼应呢 哎就是所谓的机能美 那还有就是Human Space啊 充实空间 因为呢上一代的内部空间 虽然是蛮大 因为上一代已经提出所谓的Big Cabin了哦 可是呢看起来就是空虚空虚的哦 所以呢这个齐腾他就说呢 我们这一代呢不管我们的空间是扩大还是缩小 都让这个客户觉得说 嗯这个空间是确实有用的哦 有用的空间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了哦 因为在这些前提之下呢 所以这台车的内装做进去会让他感觉 根本不是这个等级的车子 而且是更上等级的哦 对于这点呢 齐腾他有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说法 他说哦 这个时候呢 虽然我们Carla是没有涨价的哦 但是其实日币疯狂升值了 你居然是维持原价呢 还是让人家觉得说你多花了些钱 所以我必须要推出更上层次的内装 在开发过程当中也三不五十拿Camry Vista来做比较了哦 发现呢其实Carla在这一代的内装呢 不丝毫不逊色于这个我们刚刚讲的Camry Vista了哦 甚至比方说这个绒布上哦 原本Carla使用的绒布呢容易起毛 那这一代呢就希望呢可以做到类似像Mk2那种等级的绒布哦 所以这一代绒布的质感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哦 所以呢这个奇藤呢对于这台车子呢他下了一个总结了哦 他说呢一般大众的商品呢可以分成三个种类了哦 一个叫做标准的保守 一个叫做略微保守的修正 一个叫做超越保守了哦 对于Carla而言呢 你今天要做到超越保守了这是不行的哦 这个这个车子毕竟是大众化口味的东西 你不可以搞了这么的先进了哦 那你要脱去老气横丘呢 这个脱离大众车的固定印象呢 当然是一个努力的目标了哦 但是呢如果就算你做到是那种保守型的修正呢 对Carla来讲可能还是这个太刺激了一点啊 所以呢Carla在这一代 虽然他的这个质感是大幅的提升 可是整体的一年他还是介于标准保守 跟保守修正的中间了哦 所以呢他精准定位在这边 希望可以在市场上获得大放的异彩 这是的这个奇藤 他在这个最后为这个Carla下了一个总结了哦 那Carla这个车子呢是在1987年的5月15号发表了哦 那么这个车子呢广告的标语是新日本汽车故事的开始 All New Carola 当然All New Carola这个字似乎在第二代还是第三代的时候 已经用过一次了啊 反正不重要啊 那么1.5以上的这个汽油引擎呢 是全面开发的 而且是DOHC 16V啦 取消了这个五门的Liftback版本 只剩下这个Sprinter Settled啊 有这个五门先辈 就刚刚讲的这个Geo Prism啊 然后呢Levin Torino车系也全部改成FF啊 阳气的这个FR的设定 那么这个顶级的SE Limited的配备非常好啊 简泽后置镜啊电动窗啦哦 甚至GT车型呢有液晶数位仪表啦 还有这个TMS这个电子避震器的选配 那因为呢这台车真的质感是超级超级好啦哦 所以呢这个加上泡沫经济呢 这个车子卖的也是有够好啊 比方说在1990年呢 全年卖出了30.8万台啊哦 这个数字讲这样各位可能没有概念哦 这是日本史上单一车种销售最大的记录啊 这个记录直到2010年才被Prius打破了哦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大家喜欢油电车嘛哦 所以他这个创了这个记录 创了十几年才被打破算是很厉害 而且这一代呢在日本停产的时候呢 总计在日本卖出了924,500多台啊 这个数字相当的恐怖了哦 那当然在这个世代当中呢 在1989年的5月有经过了一次小改款 包裁有略微的修长一点点哦 所以车长稍微拉大了一点点 然后呢这个1.3以外的汽油引擎呢 全部都是电喷化了哦 甚至呢1.6的这个性能版的这个4HU呢 推出了高级汽油啊不是高级汽油 应该就是说还有库的这个饰样啊 就是更高等级汽油的饰样啊 马力有稍微提升了一点 那1.3呢本来是化油器改成电子化油器了哦 采用引擎也有做一些修改哦 这是他后期小改款 当然外观也做了一些修正了哦 好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跟大家讲一讲1910Carola这款车啊 这当然还有包含第一代他是怎么样诞生了 还有他在日本的一些销售开发的一些情况 没错我知道各位一定听得不开心 不过瘾 哎这个车子好歹在台湾这边 是何泰当时很重要的进口车了 你怎么都没提到呢 嗯没有关系 我们之后还会跟大家继续好好地聊一聊 这个车子在台湾市场 还有在外国市场 所发生的一些有趣的市场故事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哦 好以上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Celsior 敬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节目内容 我们下回再见拜拜